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肖战不该是原罪 肖战又一次陷入了舆论风波 两件事情沉寂了两个月的他终于发生了 以及不久前的粉丝助力新歌打榜事件 昨天下午肖战发布微博给大家添堵了 别伤害到别人 立刻引爆了社交媒体 严格来说这是两个月内肖战面对舆论暴力的首度发生 因为仅凭几张来源不明无法求证的聊天截图 网友就将火力对准了何炯 并把他骂上了热搜 面对身边人的波及肖战不得不发生 粉丝打榜的事情还在挨骂 却又因为此次发生陷入更深的被声讨的风波 4月25日肖战光点上线 没有预热 没有宣传 粉丝并不知情 但新歌还是快速就拿下了QQ音乐 电堂史诗唱片 酷狗音乐 电堂白金唱片 酷我音乐 至尊白金唱片 号称光QQ音乐就销售出了2600万张 这样的速度与这样的数据 尽管25号下午工作室就发布微博 呼吁粉丝理性消费 肖战和他本就备受关注的粉丝群体 还是再次陷入了饭圈原罪的怪圈 但事实上 如果从音乐产业的发展来看 饭圈文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鼓舞了音乐付费的逻辑 分众化趋势不断显现 音乐市场不再仅仅只是依靠国民性的音乐人 新势力的崛起也正在成为行业期待的新增长点 音乐市场的分众化趋势 相关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突破6亿 网民使用率达到71.1% 这一年有超过670万首新歌上线 数字音乐市场规模突破627亿元 实现连续三年增长 去年国内主流音乐流媒体平台上 共有5张专达销售额突破3000万 包括周杰伦这样的国民级音乐人 但同时也包括近几年崛起的一些流量艺人 其中 样的销售额就达到了4000万这样的好成绩 提及销售额并不是要鼓励粉丝们打榜的行为 现实力无论艺人方还是平台方都在呼吁理性消费 但网鱼君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一部分的增长 仔细地思考一下此类行为的逻辑和对市场的作用 那些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榜单 已经不仅仅只是公众属性的产物了 它们更是音乐产业分众化时代的重要标志 过去大众明星时代 新歌榜上全是耳熟能详的当红歌曲 网络歌曲与传统歌曲精畏分明 这是由当时的市场环境决定的 但互联网时代 核心媒介地位发生了变化 市场再次拓宽了榜单的属性 无论你唱的是 此时已因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还是眼看着你难过 挽留的话却没有说 都有被听到且得到支持的机会 换句话来说 音乐榜单的话语权 不再单一地掌握在业内精英手里 在大数据的支持下 它得以记录了来自不同维度的 不同喜好与话语 与此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饭圈对正版音乐作品的付费行为 对推动用户的音乐版权意识 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从2014年开始 当年的全网排名第一数字音乐的发行收入 以平均超过83%的负荷增长率 实现持续性增长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真正认可 为好内容付费的观念 尊重版权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要知道五年前 周杰伦发行首张数字专辑 哎呦不错的时候 大家的听歌习惯依然是免费 当时数字专辑能带给音乐行业 带来怎么样的收益 没有人知道 因为长期的免费和拿来主意 一度造成音乐行业盗版问题泛滥 影响到了行业的正向发展 如今数字专辑销量的领域 新势力的崛起正在推动音乐内容正版化逐渐规范的落实 而伴随着不断被刷新的销售记录 音乐市场的圈层化 分钟化与包容性也正在成为重要的时代标志 打榜这个事情是怎么出现的 那么音乐产业分钟化时代 数字专辑领域 各家艺人发新歌都是怎么玩的 销量的确是饭圈在数字专辑领域攻略的重点 这也是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决定了这是一定时期内艺人影响力的体现 饭圈有自己一套应运而生的玩法 艺人提前发布新歌宣传 后援会开始关注并提前准备相关方案 数据组反黑组配合上线 新歌上线立刻支持 同时后援会号召更多粉丝加入 跟进数据表现 最后进行全过程整理 本质上即便是歌手定位的艺人 在玩法上也会涉及部分的饭圈思维 这是市场决定的 站在这个角度 公允地说 催销量这个现象都不是销战粉丝独一份的行为 无论是打榜还是催销量 都是一个粉丝经济逻辑体系的产物 辩证地看待 在各产业里边也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比如在销售领域 最常见的不就是弄各种销量之星和排行榜吗 因此将肖战与肖战的粉丝从这个体系里摘出来 然后盯着某些个体的极端言论 利用公众对饭圈的情绪来集中攻击肖战 未免太不公平 肖战此次的新歌发布 如果真如某些极端网友所说要勾起粉丝同情 那么走饭圈的常规流程更能吸引粉丝关注 这首歌曲是肖战首次搭档国际制作团队跨地域合作 以光点为灵感 寓意一个个光点的轨迹 形成光线 汇聚成光芒 表达出他对人生的思考 希望能够传递温暖和力量 对粉丝来说当然意义非凡 早早的预热 各个站字就会提前准备方案 然后上线第一时间评论分享 并继续打榜支持 这样的确更快得多 但实际上肖战的这首光点凌晨上线 没有前期预热 没有前期宣传 更没有后续的持续互动 保持热度 在发现粉丝购买情绪高涨的情况时 25日下午当季还发布了呼吁理性消费的微博 体谅粉丝急于表达的热情的同时 也呼吁大家合理消费 冷静追星 官方后援会立刻跟进转发 其中网渔君还注意到相比于其他艺人 新歌上线的花样解锁 礼盒 签名照等等玩法 肖战的这首光点在最主流的QQ音乐上 并没有如其他艺人一样 开设任何的解锁通道与环节 以上种种无论是平台还是艺人方 在舆论风波面前都已经尽力呼吁粉丝理性消费 至于粉丝催销量这件事情 某资深战姐爆料类似的事情在作品上线之后一般都会发生 尤其是像肖战沉寂两个月之后的第一个作品 这是饭圈玩法的一个部分 但严格上来说此类信息更像是口号 比如你不投我不投 哥哥何时能出头 作用是一样的 大家当然会考量自己的情况 具有号召力的站子也会小心自己的措辞 但凡有点理智 但不至于超出自己能力太多 为何要把追星女孩妖魔化成这样 公众对饭圈的刻板印象也很容易被利用 无论是肖战还是其他流量艺人 他们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希望喜欢他们的粉丝多多专注自家 后期作品还将在海外上线 将注意力回归到作品本身 不喜欢的也可以冷静思考理智评论 无论是针对发生的恶意解读 还是光点这件事情里的粉丝买榜 肖战的背居明显不仅仅只是因为 引发过无数次讨论的饭圈文化 尤其是发生之后舆论的走向 更像是为骂肖战而骂肖战 昨日上午 何炯同名词条登陆微博热搜榜 并再榜一整天 没有前因后果只有几张难以求证来源 与真实度的对话截图 内容涉及到何炯力腰肖战 作为飞行嘉宾 参加新一季的向往的生活 点开这条热搜 里面几乎都是对何炯毫无逻辑的谩骂与抵制 这样的场景让网狱均不禁想起 那些关于好人与坏人的说法 即便你一直形象良好 日常被夸好人 但只要有一天 你有一点点没有顺别人的意 从此你就是恶人 直到昨天下午三点 肖战发声道歉给大家添堵了 呼吁别伤害到别人 才将火力又吸引了回来 于是网友们再度脑洞大开地阅读理解 道歉不是觉得对不起 而是觉得惹不起 顺利点报舆论 开启了新一轮的谩骂 他这波操作给我仇恨值拉满了点 发声被骂卖惨家势力眼 不发声被骂胆小躲着 有热搜等于资本支持 没热搜等于资本打压 做公益是洗白 不做是没道德 很明显的肖战陷入了做什么都是错的境地 日常此类爆料中 没有来源的对话都可以拿来随便说说了吗 能拿出证据吗 那些理智上存的辨别能力 如果只要与肖战挂钩 全部引顿 当骂肖战成为政治正确 谁又比谁有理呢 那些内容声称抵制饭圈 抵制流量 但用的策略却与饭圈受到质疑的那一极端部分 几乎如诸一辙 拿捏着统一的话术 诱导狂热者追求 利用媒体的关注为艺人定性 年幼甚至成为了 削辱追星群体的重要标志 目的通往让艺人社会性死亡 从刚开始的反对举报 到如今对艺人原罪般的攻击 事情早就跟追求创作自由没有半点关系了 如果肖战不发声 难道任由何炯遭受同样的对待 今日下午肖战工作室还发文澄清关于乍捐的谣言 正面辟谣 没捐款先吹牛的网络爆料 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乍捐这样的字眼对艺人的攻击效果有多显著 不用分析 大家也知道 两个月过去了 真诚的希望 风波之后肖战的作品能够继续上线 也还能演到适合他的角色 作品演得好就表扬 演得不好依然可以批评 粉丝与路人盘不必过分碰撞 大家各自欣赏各自想欣赏的 至于流量与数据的部分 谁碰上其实都一样 看看今天这番景象 你是肖战 你敢随便就发声吗 如果要借居肖战 来提醒整个行业 粉丝经济的风险有多高 太不理智 对肖战个人来说 代价确实过于昂贵 太不公平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